在中国跳水界 随着巴黎奥运会脚步的日益临近 国家队的每一分准备都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弦 其中有以新兴全红禅与他的主教练陈若霖的备战情况 最为引人关注 这对师徒组合自携手以来 便承载着为中国跳水续血辉煌的期望与压力 近期随着一次深入媒体的访谈曝光 陈若霖首次公开了执教全红禅过程中遭遇的三大挑战 不仅引发了跳水迷们的广泛讨论 更在舆论场上掀起了波澜 在过去两年的并肩作战中 全红禅与陈若霖共同经历了无数次比赛的洗礼 尽管在全红禅的跳水生涯中不乏亮点 如在亚运会上力压群方夺得金牌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期 频繁在与队友陈玉希的较量中落败 这一系列不稳定的表现 不禁让外界对陈若霖的执教策略与能力 产生了诸多猜测与质疑 甚至有部分粉丝直言不讳地表示担忧 认为两者之间的合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 在央视的镜头前 陈若霖以坦诚的态度 剖析了师徒间存在的三大难题 首先是沟通上的壁垒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教练 陈若霖深知精准传达指令与及时反馈 对于运动员成长的重要性 然而在初期的合作中 他与全红禅之间 似乎存在着某种难以逾越的理解鸿沟 导致训练效果大打折扣 其次是彼此理解的深度不足 教练的意图难以被运动员完全领悟 而运动员的心理状态与困惑 也未能及时传达给教练 这种信息不对称 直接影响了训练计划的执行与调整 再者 全红禅对于陈若霖的敬畏之心 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了畏惧 这种情绪上的负担 无疑影响了他的比赛心态与发挥 面对外界的质疑与批评 陈若霖展现出了作为奥运冠军的坚韧与自省 他解释了自己严格要求全红禅的原因 强调了那段时间里 因为全红禅表现未达预期 自己作为教练 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方式 以期激发他的潜力 同时 他也承认自己在沟通方式上或许有待改进 未来会更加注重与全红禅的情感交流 营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训练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争议不断 但陈若霖的执教资历与成就 却是无可挑剔的 作为跳水皇后 他不仅在赛场上屡创佳绩 二十多个世界冠军头衔 意义生辉 更在退役后 迅速转型为一名优秀的教练 其专业能力与人格魅力 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 因此 将全红禅交与陈若霖手中 无疑是国家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体现了对这位年轻选手 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 展望未来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日益临近 全红禅与陈若霖师徒二人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